咳咳 麥克風測試 麥克風測試 巴拉臉無時歸臭豆腐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們 大叫雙爹 我的影片當名 有 有眼看 確診剛好 現在喉嚨聲音還是怪怪的 不過不影響我們今天要做的事情 那各位都知道 每個月的14號都是情人節 那對於現在有情人的我來說呢 是非常重要的日子 尤其是2月14日跟3月14日 那我剛剛有Google查了一下 2月14日就是國際公認的情人節 那3月14日就是白色情人節 那據說源自於日本糖果製造商第三代 他以3月14日是情人節後 向愛人回禮的日子 來推銷商品 所以呢在日本那邊 有一個習俗 就是2月14日的時候 女生會向心儀的男生 送巧克力 那如果這個 被送巧克力的男生呢 他也喜歡這個女生 他就會在3月14日的時候 回送這個女生巧克力 那基於我聽到這個故事 我覺得 我可能可以來做一個企劃 那現在我拍攝日期是2月9日 距離這個2月14日的情人節 只剩下5天了 那我必須 去送他巧克力之後 然後再回來 給片師剪片 所以我們的時間非常的趕 等一下我們要出門去買做巧克力的材料 現在是下午的4點 我們晚上就要把巧克力做好 那巧克力做好之後呢 今天是禮拜五嘛 趕在禮拜日之前 把巧克力拿下去台南送給他 送給他之後 我還要回來把影片給片師剪 下禮拜二才能夠上片 所以非常的趕啦 我們要趕在2月14日當天發片 然後等一下就要馬上出門去買這個巧克力的材料 那其實網路上是說啦 是女生先送男生 但是我覺得一樓 他這個出線條的女生 應該是不會注意到這個情人節的部分 那就由我來先送 我先送他巧克力 那如果他對我有意思呢 他就會在3月14日的時候回禮 希望他會回禮 我覺得他應該要回禮吧 一定要吧 啊我頭髮真的很長 之後我再拍一個改造自己的影片 我現在是流浪漢嘛 流浪漢造型 等我之後再拍一個就是把自己變成 韓國歐巴的這個改造影片 各位敬請期待 那我們接著 準備出門去買這個巧克力的材料 基本上呢 關於巧克力的製作方法 我上網去爬了一些文啊 等一下我們就是直接到那個 食品材料行 購買我們需要的材料 鍋子啊 巧克力磚啊 可可粉 奶粉等等 還有什麼糖粉 什麼什麼的 反正等一下在那邊的時候 我會再做這個購買跟講解 應該啦 反正我們現在準備先出門了 現在已經下午4點了 等一下 買回來之後還要做 對 今天很忙 而且晚上做完之後還要開直播 開傳說的直播 我的生活怎麼會這麼忙啊 剛確診好就在那邊一直很忙很忙 真希望可以像確診一樣 整天躺在床上耍廢 什麼事都不用想 怎麼轉場呢 轉場完畢 那我們接著來到這個 彰化和美的食品材料行 我們來買做巧克力的材料 這邊有非常多這種模具 然後 一些食品 我轉另外一個面的鏡頭給你們看 我想問說比較簡單的是 直接買巧克力專融化 然後倒到模具裡面就好了 對 比較難的是加那種可可粉 奶粉 那種 那沒辦法啦 那沒辦法 對 一般是要這樣 這種的就是差不多一般的燃燃的 對 要洗澡 跟龍化 叫 沒辦法下去 我看人家是做可可粉 奶粉 然後加黃油 還有 那比較困難 那比較困難 不然後來這裡做 我們這次先做簡單的 他這個會不會吃起來很苦啊 老闆娘跑掉了 靠北 那他這邊呢 還有賣這種包裝袋 我們等一下就挑一個可愛的包裝袋 我的想法是呢 我們等一下做好巧克力之後 然後 因為單單純純的做巧克力 就是 沒什麼誠意嘛 那我們還會加一點就是 他說的這個夏威夷豆啊 或者是 核桃杏仁片等等 讓整個巧克力的口感 更加的高級 那我個人是覺得 我可以做那種就是高等級的巧克力 不過我們留給下次好不好 這次時間有點太趕了 所以我們就 對我們這次簡單一點 下次我們再做高級一點 來我先買材料 各位各位 那我們材料已經買回來了 那我們接著來跟各位稍微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要做巧克力的材料 那要做巧克力呢 自然而然啦 我們這個 卡式爐是一定要的 因為我們這邊沒有廚房 之後我會安裝廚房的 對 之後 我們來介紹一下我們需要的材料 第一個 棉花糖 因為我想要讓這個巧克力呢 它是有不同種的口味 它每一顆巧克力吃下去 都有不同的驚喜 就像我想帶給它的驚喜一樣 每一顆都別有用心 讓它感受到我對它的用心 所以等下有幾個巧克力裡面呢 會有 放棉花糖 吃起來 甜甜 綿綿的 好不好 就像我對它的愛 然後接下來呢 還有這個 核桃 那這個核桃呢 等一下我們要稍微炒過 它已經可以吃了 但是炒過之後它會更香 那希望它等下吃到巧克力搭配核桃的時候 可以感受到 有點甜甜脆脆的感覺 就像我們兩個之間的愛情一樣 甜甜脆脆 然後還有呢 我們還要買這個杏仁餃 各位有吃過金沙巧克力嗎 它那個金沙巧克力上面那個就是杏仁餃 所以呢 我希望等一下 可以帶給它這個金沙巧克力的口感 光是做給它的巧克力裡面 就有三種不同的口感 一樓有說過 它喜歡吃糖粉 就是吃草莓的話沾糖粉 它不是沾煉乳 它是沾糖粉 那我就還有買這個糖粉 巧克力再加糖粉 夠甜吧 象徵著我們兩個之間的愛情 甜甜蜜蜜 那接下來就是巧克力模具 我們把巧克力隔水加熱完之後呢 就是要做這個 把它倒進模具裡面 那原本我是想說做比較高難度一些 做什麼可可粉加奶粉 然後再加什麼黃油 就是這些攪貨在一起之後 可以變成巧克力 就是你可以自己真的是做巧克力 但是我們今天這個時間有點不太夠 所以我們就是做最簡單的 就是買巧克力磚 這個一塊 都是巧克力 這個就是巧克力磚 我們就直接把它做融化 倒到模具裡面做不同的口味 這樣子就可以了 那另外這個比較貴 他說這個是什麼 什麼牛奶巧克力 就是比較高級一點 我想說既然都要做巧克力了 也不要說只做一樓的 當然一樓的我會特別用心的做 那我會順便做一點給我的家人 然後給我的朋友吃 那我們目前第一步 我們必須要把這個 核桃跟這個杏仁片 我們要把它就是加熱 把它炒一炒 它味道才會出來才會香 那接著拿出我們的杏仁絞 把它倒到碗裡面 哇 感覺就非常的好吃 那接著呢 我們就是把這兩個東西 給它炒一炒 那因為我沒有買鍋鏟 那我們就拿這個刮刀 就是給它炒一炒 那我們先把鍋子稍微加熱 其實我覺得我可以展現我高超的技術 就是可以翻 喔 各位不用擔心啦 我有洗手 我有洗手 好不好 我有洗手 等一下一樓看到會不會說 黃季你沒洗手 好髒喔 還做給我吃 我有洗手 我挺專業的嘛 好 我們接著繼續炒我們的杏仁粒 好 那接著我們的材料準備好之後呢 我們就要準備最重要的一個步驟 就是我們要把巧克力隔水加熱 那這個鍋子就又不到了 那接著我們就要開始加熱水 那可能就會有人問說 為什麼巧克力不能直接 用火烤啊 用火煮 為什麼還要隔水加熱 那我沒有很清楚知道原理 但是 我再猜啦 你直接巧克力 在底部這樣子隔著火這樣加熱的話 那個巧克力底部會燒焦 那如果你隔水加熱 巧克力就會融化在 上面這鍋子裡面 就不會燒焦 我不知道是不是啦 有沒有聰明的觀眾 要幫我解答一下 它巧克力是扭扣造型的 其實蠻像奶的 OK那現在的水已經滾了 我們做好很多準備 那我剛後來發現 我們如果用這個 下去隔水加熱的話 而且它這個不好倒 那我後來發現有這個鍋子 就是它旁邊有這個缺口 我們會比較好倒這個巧克力 不過沒有關係 我們先把這裡面的巧克力用完 好不好 先把這裡面的巧克力用完 然後就把它放進去讓它隔水加熱 那現在各位可以看到這個 就是巧克力已經慢慢在融化了 然後我們接下來就是要來做 放進模子的部分 廢時廢工的一項工作 不過沒關係 為了一樓我覺得這沒什麼 為什麼衛生紙在裡面 各位 鐵紗掌 每個模具我們都先倒一點點 如果我是女生收到這樣的禮物 一定會哭耶 好啦是不會哭啦會很感動 到時候就看一樓有沒有很感動 你們就知道它是不是女生了 那我們加入我們的配料 就是每一格裡面都給它加一點 好 那接著我們把巧克力補滿 我們把巧克力拿去冷藏縫好了 這樣發現會比較快 那我們拿出我們剛才拿這個愛心模具的巧克力 當然有稍微放冷凍的 因為我覺得這個天氣它應該都很快 我們擠一個巧克力出來看看 很漂亮耶 你們看 超級漂亮 這個是核桃的核桃口味的 我吃吃看 很好吃耶 我的天啊 甜而不膩啊 因為巧克力很甜 搭配核桃 一點香氣 在口裡化開 很厲害 很好吃 我都開始恢復我自己了 那我們接著就要把這個 裝到我們買的盒子裡面 然後這個盒子非常的好看 我們把巧克力都擠出來 我覺得這種東西真的是費時費力 又吃力不討好的這個工作 這一盒差不多脫模完 就可以直接 帶去給一樓了 其實我可以做得更完美 再去給它 就是每一顆都做得很漂亮 再去給它 可是我覺得 太完美的愛情就不是愛情了 各位懂我意思嗎 我們因為不完美 所以 筛線的完美 正因為我們都是不完美的人 所以我們才會相遇 一起變得更好 變得更加的完美 我們要給一樓的巧克力 就這樣做完了 基本上 我們就已經做完了 要給它的巧克力 這樣蓋起來 超級漂亮 那它有這個專屬的袋子 我們應該近距離 給各位展示一下 一樓拿到這個巧克力的時候 它就會這樣 看起來好醜 可是好用心喔 它是有兩層的 然後各位可以看到旁邊這裡 就是這一個 有白白的 這個有沒有 就是這一個 白白的 這就是棉花糖口味 希望它會發現這個細節 那這一盒就可以 接下來就可以拿去 給一樓了 各位 那我們巧克力 總算是做好了 我們把它裝袋吧 把它裝到袋子裡面 其實滿有重量的 怕一樓吃膩 我們還有糖粉耶 我都忘記還有糖粉了 好 我們糖粉先不要夾 我怕 拍下去又要瘋 而且 怕太甜了 那接下來我們就把這邊稍微整理一下 然後 我還要就是坐車到台南去送給它再回來 很辛苦耶 辛苦我自己了 那我們接下來就整理一下吧 準備出發到台南找一樓送他巧克力 各位 那我現在來到台中高鐵站 我們準備搭高鐵下去 去 送巧克力給我們的 一樓 baby 對 我個人覺得 這個企劃有點累喔 還要跑到台南去送巧克力 不過 畢竟 我是個暖男嘛 為了心愛的女生 我覺得這是應該的 那我們先買車票 準備一下去找我們的一樓 OK 那我現在人在這個台南高鐵站 那為什麼我會坐在台南高鐵站等 而不是直接拿巧克力給一樓呢 一樓跟我講說他要拍業配 然後問我幾點到 然後其實我已經在車上了 可是我想說 讓他以工作優先 所以我就騙他說 我還沒上車 然後叫他先拍工作 然後他也懷疑說我騙他 可能我已經出門了 我騙他這樣 對 沒錯 我騙他 但是這是善意的謊言 各位有跟你們講 我希望他先把工作處理好 那我們再見面 再把巧克力拿給他 因為畢竟 我個人覺得 我們先把工作做好嘛 我們再來 談情說愛 不是談情說愛 就是再來見面 這樣會比較好一點 對 反正就等他拍完 應該要一兩個小時吧 沒關係 我等 就是工作優先 我懂那種感覺 OK 我們的女主角登場了 總算等到她了 妳的巧克力 謝謝 就這樣 就這樣嗎 對啊 裡面應該整個亂掉了 OK 各位看看 3 2 1 好 整個亂掉了 怎麼這樣 怎麼這樣 很多耶 重點是心意最重要 可是這個也很漂亮耶 下面的盡量保護了 這個好漂亮喔 哇 很硬喔 巧克力不需要鋼 就是呢 很巧 很巧 嗯 它很濃 很濃的巧克力耶 過嗎 我吃過啊 你剛好吃 嗯 就巧克力 我覺得重點是那個心意 然後你一副就是很淡定 快點快點 你講說現在是 你很喜歡的男生 送來巧克力 而且他親手做 快點 哇 竟然是他送我的巧克力 而且是他親手做的 每一顆巧克力 他都有摸過耶 你是不是會 請帶我抱你一下 如果有抱蛋就賺到啊 對不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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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友情的抱抱 好不好 那今天的影片 就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如果各位喜歡 記得訂閱我打開小鈴鐵 謝謝大家黃帝 大家拜拜 拜拜